那叫Google 图书 Google 起来做很大的 大行都没做 那您来看一下什么叫Google 图书 你可以从这边进来 或者呢您就直接到Google的 首页之后 从上面也可以 从这边 从这里找 更多里面往下找 再没有再更多 翻译那个我应该不用介绍 因为那个太容易了 各位应该都会了 好 我们来找看一下 事实上Google 图书可能未来 也许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好 您可以找一下 在这里有一个叫做Google 图书 点进来 那我想先问一下老师或同学 请问您去图书馆或在网路上找 找这些所谓的书籍资料之后 您找得到 整本书的全文吗 绝大多数应该不行吧 除非那本书本身就是open的 对不对 好 那 怎么办 你在网路上找到的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书名 或者是塞药 或者是别人所谓的 心得分享 大部分是这些资料 那你在Google图书里面 你找得到全文点错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图书数位化之后 要的就是什么 要方便能够找 对不对 那 你看 我们从这里面呢 当然不可否认的中文的 相对比较少一点点 相对比较早 现在比较多中文的都是对岸的 简体字的 不管他 我们往下看看 你找 尤其老师如果你是找那个英文的 更多 那 我找一下 这个 像Google图书这个部分 他就必须要去全球那些 出版商去签约 那书有分 主要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 那种 年代比较久 或经典名著 已经怎么样 就是 可以完全整本公开的 那也会在上面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 现行出版社 他给他们的 好那 这里面你可能会有一个 疑问 如果整本书我都可以找得到 那出版社不就亏大了吗 大家就不用去买书啦 直接看就好了 事实上没有 就是说 他有些书 是 你全文都可以看的 就 整本书都可以看 那有些书是属于什么 就是他可能只授权 就好像我们现在买书一样 就是你授权 比如说他只有给你四月章节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 跟那种当事不一样是什么 你整本书还是都可以做全文件作 只是说 你今天如果要看 那几页没有 分享出来的时候 他只会告诉你的关键字是在第几页 你不能在上面看 你必须要去找 找那本书出来 你了解意思吗 但是这样已经 这个来讲就方便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去图书馆找书 最大的问题在什么 我只知道书名关键字 可是在哪里不知道 那如果你通过上的关键字找到 我知道在第几页 是在找就很快了 那所以我们试试看看 我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好了啦 因为 我们的书结构 有限分析 假设这一本 我们找给各位看 我就来预览这本书 好 那我就用 比较大的 好 你可以直接看 比如说这个封面 然后第1页第1节 有没有 他目录在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有几节是没有分享出来的 对不对 我们稍微看看 第1节 好进来了 那 很重要的 这些呢 假设我今天想要找这个叫做 钢筋混凝图 好 不过我怕用繁语中文会找不到 有 有没有找到 他们告诉你这本书里面第200营业有提到 那你就可以点过去看 重点有没有发现呢 虽然是书 但是 连 繁迪分文进去都OK 你了解意思了吗 所以我用这个方式的话 我们真的书籍数位化的时候就是要这种服务 你今天图书馆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有这样的话 对书上有什么好处 今天他开放部分章节没关系 可是你看我们左手边 也没有发现 他告诉说你可以去哪里找到这些书 对书上来讲 因为其实 很多书 现在是上不了 书架的 为什么 冷门呢 冷门的书你要摆多久 摆太久要不要占空间 又不是书书馆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书他事实上根本连上去都上不去 不然就是你在书局看到的都是最新的 旧的你找不到 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你是就比较容易找 我就可以知道哪一本书就是我要找的关键字就在里面 那这样找的话你的找资料之后 这个命中率就会比较高 这个 做的书是一个很棒的书 你如果OK的 你看他还可以先上买 不过固定要看情形 重点是 你常常用的你可以加入自己的书书 跟加入我的资料一样 对不对 那你下次要找这个内容我就比较方便 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看说这在哪里 这个是 给大家看一下说其实 Google图书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服务 也蛮特别 只是说 他的这个进度 不太可能说非常快 因为他 必须要每个出版社每个国家慢慢谈 所以这个要一点时间 那可能慢慢的会越来 越多有出版社会愿意做这些事情 因为 很多书真的 尤其是比较冷门的 或比较专业的 他根本 不容易找到 不容易找到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透过一些管道 那这个书呢曝光率就很低 知道了你就相对更少 双方便 就好